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越南 越南总理范明正在河内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国 最近不约儿童分头巩固盟邦 就在岸田文雄展开亚洲行的第二站之际 德国总理萧姿也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 莫迪的欧洲行程第一站选 德国想要凸显印德友好关系 预计印度避开谴责俄罗斯的中间立场 也将成为行程焦点 而德国总理萧姿外交政策也悄悄出现改变 萧姿在上个月28号首次的亚洲行出 意料选择日本而非中国大陆 德国媒体明镜与世界报都分析 这是对北京发出的政治讯号 前任德国总理梅克尔16年任内访问过 大陆12次日本则5次 显示过去梅克尔重中亲日的政策 已经开始翻转 另外萧姿对俄乌政策也开始转向 从原本反对军援到国会压倒性通过支持重型武器 制裁俄罗斯能源方面 德国立场也从模糊不清 转为支持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而其实萧姿立场转变被认为是受到政治压力 因为他的联合政府有三党组成 德国舆论批评他太过软弱 只有39%的民众支持萧姿表现 而利用日本德国加强巩固盟邦的美国 则是将焦点放在印太区域 但想要兼顾日韩可能会有困难 因为拜登决定先访南韩再访日本 但岸田文雄现在放话 不会出席以席月的就职典礼 已经结下新节的日韩 关系恐怕更加分裂 记得张力报道 像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